今天就是与之拨鬼焦的正名之战 作为小组织十大恶人之一 还是前悟隐忍刀欺人众之一 凯想破脑袋就是想不起来 他到底是谁 对于凯来说 这个世界上他只知道两种人 一种是卡卡西 还有一种就是其他人 此时凯班在帕克的带领下 正非速接近小组织的秘密基地 突然帕克感知到 有人在快速接近他们 宁次立刻动用白眼扫视 他猛然发现 此时鬼焦已经出现在了众人身后 这出场方式很特别 就像海中的鲨鱼在接近猎物一般 这是鬼焦的土盾忍术 土中潜航 喷的一声 鬼焦直接干碎了一座小山 在凯班面前华丽亮相 宁次动用白眼 他发现眼前之人的查克拉量十分惊人 除了名人之外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拥有这么多查克拉的人 不过宁次可能还不知道 此时的鬼焦只有本体 百分之三十的查克拉 鬼焦非常得意 他今天就是来报仇的 鬼焦盾时期坏了 他想象中的场面一个都没出现 他把焦机一扔 双手结印 直接用出了水盾水冲锅 给眼前的真兽 醒醒脑 鬼焦一口就喷出了一个瀑布 然后顺着水流冲向凯班 四人一跃而起躲开了攻击 但鬼焦又坐着水梯冒了出来 鬼焦围着凯班 四人来回冲浪 一浪更比一浪高 凯班四处逃窜 不过鬼焦此刻最关心的 还是凯到底有没有 想起他是谁 可这查克拉都快浪完了 凯一就没想起来 鬼焦真生气了 他拿着焦机就要将凯打起 凯侧身躲过 看来你应该是没有工夫去回忆的 鬼焦台阶还没找好 小李的支援就已经赶来了 鬼焦大意之下 焦机被小李一脚踹飞 宁刺也在这时配合打出八把空掌 一击将鬼焦打退数十米远 鬼焦赶忙接住刚才被踹飞的焦机 在地上滑开了一道沟 才勉强止步倒退 但天天的攻击这时也到了 一个起爆首雷在他面前轰然炸开 不过这种攻击对鬼焦并没有用 他借着浓烟掩护 反而潜入了水中 然后又从凯班的正面钻了出来 这番操作似乎让凯想起了什么 会水盾 还会耍大刀 鬼焦火冒三丈 凯倒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他决定带着宁刺小李天天 进行还击 首先他来找出鬼焦的破绽 其他三人瞅准机会就干他 不过一番交手下来 凯班所有的攻击都被鬼焦 使用焦机挡住了 就连小富婆天天的批量起爆夫轰炸 都没有起到作用 凯再次冲了上去 他用出强力扣杀 抓住机会近身鬼焦后 一番龙蛇游走 从鬼焦手中将焦机夺了去 与此同时 小李天天凝刺三人 抓住机会扑向鬼焦 鬼焦气得直咬牙 他连忙使用水分身 接下三人的攻击 然后又用出了水牢之术 困住了三人 凯见识不妙 抡着大刀焦机就砍了过来 然而 他没料到焦机竟然会自动识别准 他从刀把上弹出了尖刺 挣脱了凯的控制 眼见三人在鬼焦的水牢之中 支撑不了多久 凯拿出了双截棍 左右接连甩 散发出了逼人的气势 鬼焦来了兴致 扛着焦机和凯 就火拼了起来 凯的每一击力道都很重 可鬼焦的力量也丝毫不弱 凯找到机会一脚劈下 不料焦机身上也会冒出尖刺 凯及时收脚 而豪华包间里看戏的天天 已经快撑不住了 但凯这边 迟迟还是没能突破鬼焦本体的阻拦 战斗陷入胶着 突然鬼焦将胶机一扔 双手结印发动了水胶弹之术 一条巨大的水沙直冲凯而去 溅起了大量水化 鬼焦没留给凯喘息的机会 继续捕捞 凯勉强顶住 凯被鬼焦愤怒的一拳锤到水底 水底之下的凯子戏回想 这个男人确实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此时水上的鬼焦打算一口气解决掉 他继续发动水盾忍术 放出了五条水鲨鱼接连冲向凯 凯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无论他怎么攻击这些鲨鱼 这些鲨鱼都会在第一时间复原 想到自己被困在水牢中的徒弟们 已经快到极限了 凯决定不能再继续这样浪费时间 他要开大了 开启了第六门的凯 强大的蒸汽直接把鬼焦的水准飞 生生逼出了一片真空区 鬼焦还在惊讶之中 突然这时宁刺找到了水牢的破产 他用出了八卦六十四掌 解决掉了两个水分身 小李逃脱出来 毫不犹豫直接用出木叶大旋风 干掉最后一个鬼焦分身 破坏掉了困住天天的水牢 宁刺急忙抱住虚脱的天天 而鬼焦这里 凯已经闪现到了他身前 鬼焦御图借助水柱掩护 拉开剧名 但凯紧分歧后 一招大捧展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脚踹飞鬼焦 鬼焦想在空中躺平 可此时凯居然在空中奔跑了前 他用出了炒口劝 鬼焦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被打了七零八路 最后一拳第一 鬼焦被狠狠打入水中 失去了鬼焦的忍术维持后 沙漠中的水很快就蒸发了 几人走近一看 凯发现这个男人 他果然不认识 追尽